在最新结束的CBA常规赛当中 广东宏远队发挥出色 最终以101比87战胜了弱旅南京同西队 拿下了胜利 这样一来 广东宏远成功拿下四连胜在遭遇挫折 一度是遭到三年以来首次两连败 但目前广东队已经开始重新调整状态 排行榜上也从此前的第七名来到了第五名 广东队最近能够迎来反弹 有多位球员可以说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而对于杜峰来说最大的惊喜 实际上是来自于杜润旺 杜峰当然希望看到在这一波四连胜当中 有相对年轻的球员能起大梁 毫无疑问 杜润旺在这一波四连胜当中的发挥就令人感到欣慰 他已经开始克服此前伤病带来了困扰 找回手感 并且完成了积极的转型 在对阵南京同西的这场比赛当中 杜润旺发挥非常出色 出战29分钟的时间 最终五投三中砍下了12分 六个篮板三次助攻 再加上一次抢断 数据非常华丽和全面 罚球八罚六中 杜润旺的几个数据是很有意思的 他这场比赛三分球一中零 也就是说呢 最近的比赛 他开始并不拘泥于纯粹的去投射三分球 上个赛季 他是球队的高射炮 是首席三分射手 命中率超过40% 但在赛季末遭遇到伤病困扰 手感开始下滑 这个赛季一直没有完全找回来 最近杜润旺终于明白过来 就是在状态不好的时候 不要执着于强行投三分球 而是要改变打法 此前的两场比赛 打吉林的时候 他就开始注意溜底线 来发挥自己的身高优势 在内线同意建联多做文章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杜润旺也尝到了甜头 最近的比赛 已经开始强化这一点 第二是杜润旺的前场篮板 现在抢的也比较凶了 这场比赛 他抢下两个前场篮板球 排在了球队的第一名 而最为突出的一点是 他已经逐渐的摆脱了防守大坑的称号 在昨天这场比赛当中 他在场的情况下 广东队居然竞胜了多达33分 这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而当时对吉林的那场比赛 他也有同样的发挥 这充分的说明 在过去这一波四连胜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开始全面迎来了复苏 甚至是比伤病之前更加开窍 进攻手段开始多样化 防守也开始更给力了 这样一位身高达到2米06的高塔 能够迎来如此全面的提升 对于杜丰可谓是雪中送炭的 尤其在赵瑞有伤的情况下 广东现在正需要杜润旺站出来 在外线和内线平凡的帮助球队解决问题